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精灵宝可梦系列中 有许多宝可梦看起来很可爱 虽然梦幻是可爱并且强大的宝可梦代表 相信大家都知道 超梦是由梦幻的DNA产生出来的宝可梦 超梦是成功作品 当然也可能有失败作品 而这些失败作品 很可能就是另一只宝可梦 百变怪 百变怪和梦幻有很多共同点 它们的外表都是粉色的 体重一样是4公斤 还有一点 它们能够通过升级学会变身的独特宝可梦 以上种种共同点很难认为 它们其实没有半点关系 百变怪和梦幻都很强大 我相信它们都有着相似的DNA 还有一点 梦幻和百变怪都是无性别的宝可梦 它们都可以变身其他宝可梦 然后跟它们进行交配 如果真的有这种宝可梦 我也希望我能拥有一只 但是其实梦幻还是跟百变怪有很大的不一样 百变怪虽然可以变成所有的宝可梦 但它的缺点是 它不能学习其他宝可梦的任何物理招式 而且百变怪变成的宝可梦 还保留着那怪怪的眼睛 和怪怪的笑容 变身还是有瑕疵 其实梦幻是一只顽皮的宝可梦 梦幻拥有所有宝可梦的基因 几乎所有宝可梦的招式它都能学会 因此很多人认为它就是宝可梦的始祖 但它仍然对周围的人和宝可梦感到好奇 这些无忧无虑 而且非常有灵性的特质 在剧场版超梦的逆袭 和梦幻与波导的勇者鹿卡利欧 总都有所体现 在超梦的逆袭中 梦幻发现了制造复制宝可梦的机器 并且了解到超梦的诞生 梦幻企图劝说超梦 可是超梦根本听不进去 认为最强的自己才应该是本尊 不停的攻击梦幻 梦幻只能不停闪躲 在被超梦的暗影球击中之后 它终于开始反击 这场对战最终演变成了 所有本尊和复制宝可梦的战争 最后梦幻帮助小智阻止了超梦 梦幻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介入 并且提供帮助 其实梦幻是一只非常有灵性的宝可梦 超梦是梦幻更强大的改造克隆体 超梦经历了比梦幻更多的创伤 梦幻有更多的攻击招式 但超梦的宝可梦图件数据更好 在超梦的逆袭剧场版中 梦幻知道超梦想毁灭世界 超梦想让那些科学家给它造成的所有创伤 进行报复 但梦幻阻止了超梦 虽然超梦力量强大 但它没有梦幻拥有的数百年战斗经验 梦幻也有更强的生存意志 而超梦则是出于愤怒而发起攻击 梦幻能更有效地击中超梦 而超梦也没有办法完全打败梦幻 直到小智介入 他们之间的战斗才停止 只有在此时 超梦才意识到 他不应该和梦幻打 战斗以平局高中 梦幻可以随意隐身 它利用这种能力与其他生物玩闹 但隐身这种能力 对它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 梦幻是一种传说中的宝可梦 一定很多人怀着鬼胎想抓它 许多人认为梦幻并不存在 或已经灭绝 但也有很少数的人看过梦幻出没 是一只神出鬼没的宝可梦 其实梦幻想要远离人们的视线 它很聪明 知道如果它想活多几年 就必须保护自己 梦幻在游戏系列中的地位也体现它的隐身性 它很难被抓到 只能通过交易或参加活动来获得 梦幻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宝可梦 应该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宝可梦 而这类型的宝可梦从不进化 梦幻跟阿尔宙斯都被称为宝可梦的始祖 那谁才是真正的始祖 阿尔宙斯的种族值总和是720 而梦幻在宝可梦图件中的数据就比较低 种族值的总和是600 似乎也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的宝可梦始祖 但种族高也不一定是祖先的 在阿尔宙斯的介绍中 是这样介绍的 阿尔宙斯从虚无之地的弹众诞生 之后创造了世界 而梦幻是这样被介绍的 梦幻因为记住所有的招式 也有人开始研究它是不是宝可梦的险主 所以我们能不能说阿尔宙斯是创造世界的宝可梦 而世界诞生了梦幻 而梦幻却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只宝可梦 不知道你又有什么想法呢 大多数宝可梦都有对应的克制属性 例如小火龙是一种火系宝可梦 如果杰尼龟这种水系宝可梦 将小火龙引到海里作战 那小火龙在这场战斗中应该九死一生 梦幻是一种超能力宝可梦 可以在很多环境中生存 并不是说超能力系没有被克制 但是梦幻可以制造一个超能力气泡 在不同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梦幻可以利用这种气泡在深海中呼吸和游泳 还能借此气泡进入太空 几个世纪以来 梦幻已经非常适应这个世界了 梦幻的气泡不仅可以保护它免受伤害 这只顽皮的宝可梦也喜欢在气泡中玩耍 在精灵宝可梦影版中 梦幻的宝可梦图鉴条目是这样说的 梦幻遗传精英中含有所有宝可梦的信息 因此据说它能使用所有的招式 梦幻是不能进化的宝可梦 因为它和阿尔洲斯一样被认为是最早的宝可梦之一 但是它可以学习所有宝可梦的招式 梦幻还非常聪明 它学会这么多招式都能灵活运用在每种状况下 梦幻之所以能学会所有的招式 是得益于其DNA 因为所有的宝可梦都起源于梦幻 所以它可以使用其他宝可梦的技能 这样不是无敌状态了吗 梦幻是世界上适应能力最强的宝可梦之一 它可以在水中自由穿梭 这使得它有另外一个优势 当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水路逃跑 虽然梦幻可以在水中活动 但它更喜欢在空中飞行 梦幻似乎从不接触地面 不管在水中还是在空中 都难不倒它 是一只行动能力很强的宝可梦 梦幻真的能够在任何环境下生存 其实初代宝可梦只有150只 梦幻是在最后应应被加进去的 在红蓝绿版掌机游戏中 原本梦幻是一个被抛弃的设计 代替它的幻兽是曹梦 因为我们都知道 超梦是因为梦幻才诞生的 但后来这超梦却不是废案 编号也在梦幻之前 那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在说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要知道梦幻并不是由精灵宝可梦之父 田舅智设计的 而是游戏设计师 深本茂树设计的 深本茂树出于对梦幻的喜爱 偷偷在150只宝可梦中 再加多一只被抛弃的梦幻 由于梦幻在游戏中带来一种神秘感 所以整个游戏又多了一个卖点 如果不是身体冒出这灵光一闪 我想这只这么可爱的宝可梦 应该就不存在了 表面上看梦幻是没有毛发的 皮肤非常光滑 可是在黄版游戏中 宝可梦图鉴说 梦幻是有毛发的 如果用显微镜看的话 能看到梦幻身上覆盖着非常细小的 短体毛 我想说的是 竟然梦幻都这么神秘了 是哪个教授可以抓到梦幻 还能把它放在显微镜底下 知道这么多细节 梦幻的种族值虽然没有超梦高 但并不意味着梦幻更弱 由于招式丰富 梦幻可以完成很多战术 不知道这样一个宝可梦 又给你什么感觉呢 好了 影片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细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